在拍戏之前 经常去北京逛胡同 就深刻地去接一下这个地气 在那个年代 他们喜欢骑自行车 弹吉他 没事就唱上歌 家庭氛围也非常地浓郁 特别有烟火气息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李萨萨 李自成的李 英姿 萨爽的萨 我 我叫常高兴 谁给你写这么逗一名啊 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叫做李萨萨 是一个地道的北京达妞 常高兴之前来北京呢 是来找老师的 我就想着在她没找着之前 能不能先住咱们家 给咱们家饭馆搭个下手 性格非常地萨爽 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小雪 我告诉你 你别骂我鼻子 再敢欺负就抽她的 是一个很善良 很积极阳光 很孝顺的一个女孩子 这遇到难处都应该伸把手啊 干啥吧 要不显得我们北京人多不拘捷 可能我之前演的角色 没有那么地域的 明显的一个趋向 但是这次就是她的一个标签 上车 不好吧 我是男的 别废话 忘记 是 这是 我是有很多北京的 徒生徒长的朋友们 会去采访一下她 去跟她们取取经 那个年代的北京女孩 是说话呀 办事情什么样子啊 或者她们有什么爱好啊 本身我是东北人嘛 但是我演一个北京女孩子 我还是要前提 要做一些功课的 尽量地去贴近这个人物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郎才女貌 她还得门当护个队 我有些时候会刻意地去 说一些北京口音 就一点点 就尽量想带一点那个气质 您别骂了 家里就这么几个人 我帮您查查 要找着了 我陪您 今天呢 咋吧 好好做一顿 我要吃山羊肉 北京胡同 就小时候来北京旅行的时候 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 就感觉 哇 好有生活气息啊 因为像我小时候 就是住高层长大的嘛 没有经历过街坊邻居啊 今天我给你家送盘饺子 明天你给我家送点什么吃的 戒两根葱 戒点酱油这种的 真的吗 今儿吃什么好吃的啊 就确实是我对北京胡同的 那些印象 无论是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的温情 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小误会啊 小打小闹啊 在这个戏里都展现得 淋漓尽致 常够不要 你也太没良心了吧 家里出这么大事 你把媳妇扔在家里 自己逃婚出来 您不用担心 我将来就算结婚 我也找个倒茶门女婿回来 到时候啊 就多一个人跟我一起伺候您 剧中我跟吴燕淑奶奶的 戏特别多 因为她演我奶奶嘛 从小带着我长大 然后中间有一场戏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跟奶奶睡一个床 然后她哄我睡觉 再给我唱摇篮曲 就是明明那场戏 是一个很温馨 很轻松的一个氛围吧 结果呢 吴燕淑奶奶 她不愧是国民奶奶 当她一开始唱起那个 一唱 然后我当时 我躺在那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 眼泪就下来了 就是特别地打动人 那种女性的那种伟大的母爱 都一下子感染到你 因为这个戏里面李萨萨 她有一个属性就是从小跟着邻居阿姨 在学京剧 觉得特别地珍贵 当时是跟我们剧组请来的老师 然后天天就教我戏曲身段 酒吧 唱京剧啊 外国人喜欢看戏啊 这京剧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啊 老外出来旅行不就看个星星吗 听说的 虽然她是年轻人啊 但是她特别地喜欢传统文化 喜欢传统的戏曲 喜欢京剧 我希望大家能够勤学苦练 也希望大家能够深切地体会到 中国文化的奥妙 把这个事情发扬光大的精神 是非常值得年轻人学习的 所以其实拍完那个戏之后 我自己也是深深地爱上了戏曲 然后没事也会做一些文化传承 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角色反哺给我的 然后就赋予我的一些正能量